想看到美丽的天际线有这么困难吗 台湾市议员黄婉如指出天空缆线乱如蜘蛛网 多年来改善进度缓如牛步 市议员郑淑芳也督促杨眉区天空缆线清整计划 加快进度 抬头仰望天空 看到的却是密密麻麻的电线电缆 这样的市容环境您满意吗 台湾市从2018年推动天空缆线清整计划 定期会上市议员郑淑芳直询 杨眉区的进度严重落后 这边资料是共有14处 那我们一期是弱15.63公里 目前只完成了0.86 30分内只完成这样的一个进度 为什么进度会严重落后 可以说明一下原因吗 不好意思说这个 我是这样一年里面大概就是一个计划 我是这个地一定要下半年去把它做完 下半年要改后 对对对 公务局针对无法立即电缆地下化的路段 祭出天空缆线清整计划 避免缆线垂落造成危险 或是缆线散乱影响都市景观 宣言黄仁如指出 他关心这议题多年 但进度缓如牛步 如今看起来还是像天空蜘蛛网 更淋测的是怎么样 就是你们在建设当中 还在机械当中的这个 的那个工程 的零食店 然后完工了 也不知道去剪掉 我希望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有美好的天空 希望你们能够根据管束 根据管束 讨论一下 陶师傅表示 目前透过颜色管理设计六大类别 缆线标章贴纸 提升清整维护效率 预计112年到115年 将完成380公里 天空缆线清整计划 未来没有贴上标签的缆线 会进行剪除